我們最後一位是蕭欣誠 蕭欣誠 他講的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一個國家與他失落的寶藏 應該是國家寶藏 那我想到要看電影 待會兒 我們最後一起再來做一個座談 好 開始 大家好 我是蕭欣誠 那我這一次要講一下我們發起的國家保障 那國家保障是我2017年在美國紐約發起的一個 一個算是本來是G0V黑客松的專案 所以這是我們2016年在這個紐約黑客松 G0V黑客松 然後就是因緣機會就是某一次2014年 我在華盛頓DC參加了第一次在海外 美國海外美東的黑客松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這個很不錯 要把這個帶回來紐約 因為那個時候本來住紐約 然後就2016年就湊了一群人發起了美東紐約黑客松 那在上面我們就 我本人就提出了一個專案 那這個因緣機會就是覺得 那個之後會再講 不過總之就是這個國家保障的專案 就在這個黑客松誕生了 那講一下就是G0V的精神就是 公眾參與跟開放資料 所以就是所謂Civic Participation Open Data 那我想說把這兩個精神帶進去 歷史界或者是歷史檔案界的話 會有什麼火花 然後那時候剛好就聽到美國檔案局的一些 有關台灣資料的故事 然後所以因此就發起了這個黑客松 所以說大家知道歷史是這樣子的嘛 其實有時候歷史不管是誰執政 或者是因為一些英文集合 集會然後就會有不一樣的解讀 就比如說很有名的是最近其實在美國 之前在炒的這個 所謂是Robert E. Lee的這個銅像 那他是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 南方的一位將軍 然後在南方就有很多很多州 是有他的銅像 那之前就在炒說 其實有這個銅像 對於一些黑人的朋友 因為他們其實在南方戰爭中 被解放的黑奴 都是他們的祖先 那是很不尊敬的 那但是就想說移除這些銅像 那但是在移除銅像的時候 這些白人的朋友就會出來抗議說 這是我們的這個heritage 就是我們的文化根源 怎麼可以移除這銅像 那就吵來吵去 但是事實是怎樣呢 事實是其實有很多這個 這個Robert E. Lee的銅像 他是在1960年的時候 才開始在才開始被建立的 所以其實大家如果讀過歷史的話 大概在191860年左右 是南北戰爭 所以在南北戰爭結束後100年 才有這個Robert E. Lee的銅像 在這邊一個一個冒出來 那為什麼是1960年 那個時候有所謂的 美國的這個維權運動 黑人運動 黑人要投票 那就是在那個時候 然後就是一些 比如說一些白人主義者 然後就開始建這個銅像 想要就是要抗爭 要反對黑人的權利等等 所以就是說歷史這個東西 其實是在每一個時段 然後每一個人他的背景等等的 都有不同的解讀 那我們台灣呢 我們台灣其實也是一樣 其實不管是誰當政 哪一個政黨執政 常常就會有人在修課綱 課綱怎麼修 往左邊修 或往右邊修 就是要往中國修 還是要往台灣修 所以常常就會有這些問題發生 那我本人是末代聯考生 所以我念書的時候 是念中國歷史 是念中國地理 那我的下一屆的學弟學妹 就念台灣歷史 台灣地理 所以這對我有很大的影響 就是其實很多 很多台灣的歷史 台灣地理其實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去了美國之後 聽了美國很多的台灣的前輩 跟我說 我才知道一些歷史地理 所以會間接影響我 然後等我再聽到 美國國家檔案局裡面 很多關於台灣的歷史檔案的時候 我就毅然決然就是決定說 發起一個叫做國家保障 那取名為國家保障 也自然是因為 這是我國家的歷史 我的國家的認同 那他們有很多檔案 失落在美國 失落在海外 所以決定發起這個專案 把他們收集起來 然後建置一個檔案庫 所以主要是怎麼進行的 那第一步就是我們當然 就先找到說 哪裡的檔案庫 哪裡的圖書館 有我們台灣的檔案在外面 那最多最多當然就是美國 我國家檔案局 因為美國國家檔案局是 是聯邦政府聯邦組織 那就是聯邦政府 不管是他們的外交部 他們的國防部 所有的資料都必須都會 進行退休到檔案局裡面 就跟我國家檔案局是一樣的 然後第二步就是找到這些檔案局之後 就是號召志工 去檔案局裡面做現場的翻拍 然後翻拍完之後 就傳到網路的資料庫 做一個開放資料的動作 然後最後就是希望這些資料庫 可以進一步被學者們應用 然後被學者們拿來寫故事 寫部落格出書等等 然後間接引發更多人 對歷史有興趣 然後來當我們的志工 然後挖出更多寶藏 所以希望這個圖是一個巡迴 可以不斷不斷的激起更多人 對我們曾經失落的歷史感到興趣 然後來加入 來推廣這個國家寶藏 那當然最重要的進程 就是這個2017年的G0V獎助金 因為其實國家保障在我腦海裡 是一個很宏觀很雄偉的一個專案 那我一個人可能沒有辦法 我沒有資金也沒有人幫助的話 其實可能做不太出來 那剛好就剛好聽到G0V 他們在發起這個獎助金 就是說莫名其妙要給我們一筆錢 然後給我們六個月的時間開發 那我就去去申請了 然後這是第一屆 然後就是面對非常這個非常激烈的競爭 這九十幾個提案裡面 然後我們很順利的脫穎而出 得到50萬台幣 然後六個月的開發時間 所以就是在那六個月裡面 我們就很努力的開發出來 那所以第一步就是 剛剛講到這個美國國家檔案局嘛 所以是他是在美國華盛頓DC 外交大概30分鐘車程的地方 那所以就是在那個地方 有很多很多關於台灣的檔案 因為其實美國在這一兩百年以來 一直都跟台灣有很密切的互動 即使在台灣還是日本一部分的時候 他在台灣也設有美國領事館 在淡水的地方 然後台灣就是變成華屬 變成就是國民政府撤退來台之後 也有一系列互動 有中美的合作啊美元啊等等 這些都很詳實的記錄在這個 美國檔案局裡面的一系列的資料 那右邊是這個聯合國檔案局 所以聯合國檔案局有很多資料 因為我們畢竟曾經是聯合國的一份子 然後所以說這個聯合國在檔案局在 紐約所以是離我們住的地方比較近 然後那個國家檔案局是在DC 就開車要4個小時測程 所以我們號召志工的時候 常常一批一批 每次就去個一兩天 然後就去那邊工作 然後就去翻拍這樣子 所以我就在藉由這個獎助金的幫助 我就開發出了這一套翻拍系統 所以就是用一個手機 因為我們想說要志工 要號召一群志工已經不容易了 然後還要請他們帶相機來 然後拍完還要再SD卡什麼什麼 我說這不可能 因為我們這個檔案其實有人出估是有 數千萬筆以上 至少五六千萬筆以上台灣檔案 所以我們要的是大量的志工 大量的翻拍 所以最快的就是有 每個人都有什麼 每個人都一定有手機 所以我就開發了手機的這個APP 然後讓志工下載 然後藉由這個APP 就是志工就可以直接 在檔案局裡面進行翻拍 那大概這邊demo一下 這個APP的這個 運作模式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登錄了之後 然後首先會看到一些排名 就會有排名 會有分數 然後攻略啊等等 然後最後你就可以開始任務 就不管你是在檔案局 還是在聯合國檔案局 你就選擇地點了之後 就開始掃描 掃描之後你只要對準了一個文件 假設是一個文件好 他就會自動擷取 然後一頁一頁的這樣翻拍 所以這是一個demo 那那個真正的工作的樣子 大概是像這樣 這是我本身在這個翻拍這個 美國領事局的這個 這是1888幾年左右 一個領事局的這個一個 一個紀事本 那是非常斑駁的 一本書 然後一頁一頁這樣子 大家可能會想說 怎麼沒有戴手套 因為其實除了 除了你摸這個照片之外 其實是不用戴手套 但是其實蠻斑駁的 所以如果以後大家有興趣 參與我們志工的話 要小心這個 不要破壞我們這個 關於台灣的文物 所以主要是像這個樣子 那如果從旁邊 旁人的視角來看 大概是像這樣 就是一箱一箱的這個 數以百箱的這個 然後一頁一頁這樣拍 然後就坐在那邊 八個小時一天 然後第二天再坐八個小時 所以其實我們很多長者的志工 大概六七十歲的阿姨 阿伯來參加 然後他們拍完之後 就會說我很需要按摩這樣子 所以其實是還蠻心疼這些長者 但其實他們對於這些歷史檔案 都有很深的感情 那也是跟我們一樣 所以他們會一直 前不後繼的 跟我們進入檔案局 一起去參加這些 所謂志工團的活動 那這個是也是這個 這個APP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這個任務發拍機 因為其實我們不想要來參加的志工 還要想說我今天要拍什麼 我們要拍哪一箱哪一張 所以我就開發這個系統 就是你只要打開我們這個APP 你就會自動收到我們後端的分派的任務 那是隨機的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會拍什麼 因為我們不想要說 因為每個檔案的重要程度不一樣 有檔案可能是西羅大橋的建制歷史 有檔案可能是228的一些血腥的歷史 有檔案可能關於白色恐怖 那可能我們不想要很多人來 就只想要說我只想拍228 我只想拍一些比較敏感的東西 因為我們覺得說每一個檔案 對於台灣人來講都是一個寶藏 可能不是你的寶藏 可能不是我的寶藏 可是對於某些人來講是他們的寶藏 是他們家鄉的歷史 所以我想說就是隨機的方式 志工都不要搶 你就是後端給你什麼你就拍什麼 所以主要是這樣 那這個線上資料庫 就大家拍完了之後 自然就傳到我們資料庫 然後就可以在這個線上網路上就直接看到 那是nationaltreasure.tw 所以這個然後每一頁都有這個 我們都有做文字化 所以等一下會再仔細 然後也有翻譯 然後甚至可以做除錯 所以這等一下我們會進一步介紹 那對於現場如果有軟體工程師的話 大家這樣介紹一下 他的系統建制大概是這樣 所以前面是這個手機 那這個任務發拍器在那邊 所以就手機跟任務發拍器要了一個任務之後 然後就開始拍攝 然後就傳到我們這個資料庫 然後有的是放S3是放圖檔的 那這邊會比較技術性一點 然後這邊是一個這個queue 所以然後queue之後就會有這個圖片文字化 文字化然後這邊有個最佳化 所以大致上是像這樣 然後這個是前端網頁 所以我知道可能如果有工程師有興趣 再跟我們好好聊聊 那我們就先跳過 那這邊是志工 所以就是志工工作的這個一些場景 那就是這一兩年來上線以來 其實就已經超過數百位 不管是美東也好 然後美西也好 甚至美中 都有各地來支援的我們志工 那我們現在已經存有超過20萬筆檔案 那其中大家很感謝在台南的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他們把他們手上有的好幾萬筆資料 也都全部貢獻給我們 就無償的讓我們做開放資料 那當然就很謝謝他們 那我們現在就是有 美國國家檔案局的資料 跟聯合國檔案局的資料 那我們下一站 如果有資源 有人力的話 我們想要前進美國的Library of Congress 就是他們的國會圖書館 還有在西岸的胡佛檔案局 那裡面是藏有很多很多台灣的資料 所以這是我們 如果我們的野心是在這裡 但是我們現在人力比較不足 所以大家有興趣 有資源的話 希望可以一起來幫忙 那這是我們受到一些媒體的關注 最重要當然是去年7月10號的時候 一舉要上這個自由時報頭版頭 那很有趣的就是 其實在這個時候 我一行程式都還沒寫 就還沒開發出來 我只想說這是我的想法 這是我要做的東西 結果不小心走漏風聲 然後就登上頭版了 那怎麼辦 那你就只能去寫啊 好好坐下來寫 你還能怎麼辦 所以我那時候就把我的工作辭了 然後就好好坐下來 一行一行 一個系統一個系統 把這個開發出來 所以說大家 如果你覺得 你有什麼事情很想做 你就跟那個自由時報聊一下 然後上了頭版之後 你就不得不去做到 所以就是 故事是這個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收到很多 很多地方的關注 那也很謝謝大家 一直給我們這個督促督島 讓我們不敢鬆懈 就是一點一滴的去開發這樣子 那所謂的這個impact 就是有什麼影響 我想其實 因為其實很多資料是英文的 而且是governmental 就是english 就是政府用語 所以說 對於一般人民眾 可能說挖出什麼更艱深的資料 可能是沒有 但是希望是帶來一點想法 是說連歷史檔案都可以做開放 其實一般現在我們歷史研究員 可能是自己去申請了一些經費之後 自己去找資料 找完了之後 他就覺得這是我的 然後等我寫完論文 寫了50篇論文 升等了之後 我再想想看要不要開放 那其實我們想法是 其實這些歷史檔案 應該是屬於所有人的 那就是如果我們有機會 有經費的話 其實應該要說開放出來 大家免費使用 所以說這是帶來一點 就是可能想法這樣子 那現在就是說 大家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主要是如果大家有去 紐約旅遊 或是去DC旅遊的話 可以跟我們報名 當我們志工 就花一天的時間來拍一下 體驗一下 摸一下那些紙 然後用一下我們的APP 這是一個很unique experience 就是說讓你有很不一樣的感受 就讓你的旅程裡面增加很多亮點 那第二點當然是最重要的是 我們現在其實是非常短缺的經費 然後所以可以在我們網站上幫我們這個 就我們的網站在這裡 nationaltreasure.tw 那保障庫在這裡 按下去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保障 所以說想一下剛才還有 還有一點時間 所以比如說這個是 這是中美斷交的這個一些資料 那我們剛剛講說 這比如說是那個中美斷交的使節團 他來台灣 然後是由副國務卿帶領 然後跟那時候蔣經國總統 然後面談 談一談要斷交的事情 然後這是當時的紀錄 然後這是這個報告 那可以看到右邊是他的文字化 所以這是我們系統自動文字化 所以就是志工拍完之後 我們系統自動馬上文字化 那當然也會送去做翻譯 但就是翻譯的品質不是很好 然後所以大家如果覺得說這個文字化的內容有錯 或者是翻譯有錯 請大家就是可以按下這個矯正模式 然後可以直接進行更改 更改之後就下面按完成編輯 然後就可以幫我們更完善這些資料 這樣子 這是瀏覽模式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文字化其實是相當驚人的 就像這個手寫的 的這個自動系統文字化其實是非常的精準 就是大家如果有興趣就是想說我的筆跡好不好看的話 你就寫一寫然後送到我們系統來 如果認得出來代表你筆跡好看 認不出來就是不行 那像是這一個這個就不行嘛 像這邊這些左上角就完全不行 所以這個是那這個是那時候斷交了之後 美國要通過台灣關係法 那可以看到這是他們其中的一段法律條文 然後上面所有的修改 直接看到他們的討論的過程怎麼樣 在這個台灣關係法中要加一個字加兩個字 這一點一滴的討論其實都在上面 所以光是台灣關係法的初稿 我們就排了大概四五三四十份以上 就他們一直不斷的修改 然後不斷的在所有rollmaker之間就是做修改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另外一個也是很有趣的資料 這是就是中美斷交了之後 政大的一群朋友就寫抗議信去給卡特總統 然後就一直罵他說這個總統先生 你為什麼跟我們斷交怎麼樣 怎麼樣中華民國是復興基地怎麼樣 所以這就蠻有趣的 然後所以有空的人看看 然後另外就是這個毛筆寫得太好了 這個文字畫幾乎是就是沒有錯的 除非只是因為這邊卡到 所以說對這是一些蠻有趣 那我們當然還有很多更有趣的資料 如果時間是不太夠 不過就是我們就是對臉書上也有發布 不斷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 所以說大家有空就可以來教我們臉書 像這個是民國14年的時候 所以台灣其實還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中華民國就是邀請美國大使館 來參加中華民國的慶生的這個國慶 所以就是邀請在台灣的美國領事館 去中華會館參加中華民國的國慶 給大家想一下這個 對就是主要就是這些東西啊 然後所以就是想說藉由這些資料 然後喚醒也不是喚醒就是 重新建構一下大家 因為這些東西我們其實平常看不到 我們國家保障資料庫上面有很多東西 就是最高機密或者是機密的 所以是解密30年後解滅之後 我們才能去拍然後大家才看得到 所以是很多大家不知道那時候 國際社會在討論台灣的東西 那就是因此就是開發出來 希望能讓更多人知道這些故事 那主要就是在這邊 希望大家多支持台灣國家保障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很有意思的內容齁 你那個獎金 GinnyV的獎金有得獎的有給他們錢嗎 有啊有啊 你是不是說那50萬嗎 有啊有啊 都花完了 50萬你飛一趟就要不少錢啊 做MV 你說那些志工嗎 志工沒有給錢的 志工沒有給錢 對志工只有包他們持足 對不對 好 再希望加一支